弟兄姐妹早上好 欢迎大家回来金拜堂献上灵修 今早上的灵修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上帝依然掌权 上帝依然掌权 单一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 是圣者颁布的决定 好使世人都知道自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甚至最卑微的人自掌国权 当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 事业真正日上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觉得是上帝的祝福和带领 然而即使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上帝依然掌权 上帝掌管我们一生的生命 指引我们全面的道路 当我们面对暴风雨来临的时候 也许你去医院检查 医生的报告告诉你 你已病入膏王已经来到第四期 或者侮辱企图的孩子 给你很多的头疼 或失去了重要的客户 甚至被解雇时 你是不是仍然相信 上帝是依然掌权的呢 没错 不管我们处在顺境或逆境 高峰或低谷 上帝在我们人生中依然掌权 上帝的会告诉我们 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这是单一里书的主要主题 上帝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 他也是全人类的上帝 即使尼布加尼莎王并吞了列国 战无不胜权力很大 但是上帝有能力废除尼布加尼莎的王位 单一里和他的朋友也深信这个真理 尼布加尼莎王更亲身体验 所以单一里和他的朋友 虽然处于逆境 但心里忍不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 必赐福保守那些遵守他的祸益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全病都处乎于上帝 如果上帝不允许 没有一件事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无论环境有多么的恶劣 上帝依然掌权 虽然新冠病毒的情况 看起来是如此的可怕 有许许多的人感染了病毒甚至死亡 但更加真实的情况是 我们的上帝依然在掌权 虽然儿子都要借着人犯的罪来偷窃 杀害毁坏的工作 但是上帝依然掌管一切的 这一切若没有经过上帝的允许就不会发生 他若不允许我们就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 如家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五字麻雀不是卖两个大钱吗 但是神面前一字也不被忘记 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 不要怕 上帝的会议说不要怕 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贵重得多呢 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这个真理就可以安心了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掌权 而且他是爱我们的 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 他知道我们的处境 他要拯救我们 我们只要信心坚固 困难越大 越信靠上帝 不要灰心 不要失去信心 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来学习 来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依然掌权的 他坐在宝座上 永远掌权 感谢上帝 愿他的祸意来赐付每一位 让我们能够来相信这位可靠的上帝 愿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 愿神赐福大家